基隆著名的觀光景點白米旺炮台跟基隆燈塔近來爆紅 但是周邊停車位嚴重不足 停車亂象讓地方相當困擾 因此立委林佩祥邀請港務公司跟航港局到場會刊 了解基層的心聲 也供商解決辦法 因為那個基隆燈塔的關係跟白米旺炮台是三級古蹟 假日人的車流很多 然後包括遊覽車 自行開車進來這邊觀光遊覽的人數車輛眾多 自使公華路這邊常常阻塞 而且平常日就有公車行駛的狀況會被阻塞沒有辦法回轉 那我們現在是想說藉由今天請委員這邊來幫忙 各個單位有關單位來這裡幫忙看看 我們這邊行駛假日的時候調波車道 台積物流原本的進入港區的車道變成假日停車場 我想這邊停車需求真的越來越大 因為只要每逢假日 如果車子開上去絕對是有紛爭的 因為兩車不能交匯你知道嗎 就必須要讓上車或下車的要讓 那旅長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討論很久了 就是說我們在這地方用航港區他們這個就是台區他們出路的那個貨櫃車出路的地方 讓他們釋放出來禮拜六禮拜天 因為完全是沒有在工作行為的而且沒有車輛出路 然後給我們這些就是我們來來此到此一遊的觀光 大家來停車使用 三下的停車會真的很缺乏 然後這一次我們今天辦這個會看 希望台積釋放出他們的就是一個車道 讓我們外縣市的遊覽車也好 然後那個民眾的自行車也好 他能夠在那邊停停可以停放的地方 不然沒有停車會真的很麻煩 很高興的我們港務公司跟航港區從善如流 會配合我們我們太白禮的鄉親的需求 在於說基本上來講在於未來禮拜六的早上八點到禮拜六的晚上八點 禮拜天的早上八點到禮拜天的晚上八點 會在我們這一邊這邊有畫紅線地方設置所謂的臨時停車場 來滿足說在假月的時候這邊要去這邊要來玩的外來旅客 他們所需要停車的需求 那未來港務航港局也曾經也雲落說未來在研究如何再進一步的增加我們的停車空間 不管是汽車也好還是小客車也好 然後對旁邊的土地也會再做出一定的活化 同時之間也會盡量去符合我們敦氣木林的需求 在立委林佩祥的協調下 港務公司與航港局將在光華路六號到五十一號這段路上的紅線區域 規劃假日臨時停車場當地里長表示相當感謝 另一方面在里內要往砲台的狭窄道路 目前也正在努力規劃匯車點 那我們在這裡今年度如果計畫可行之下 我們預計三四月我們會把37項這個道路做幾個匯車點 因為匯車點之後我們當地人知道 那經過設規計畫這個方案以後 我們會製造幾個匯車的地方 讓外來的遊客或是經過我們志工的引導之下 在各個比較寬峽那個路比較寬的地方 來當匯車的那個地方 那我們在37項跟光華路口這邊會做個指示牌 然後標示點在哪裡 那請來這邊觀光的用路人 跟那個駕駛人 能配合我們志工這樣子 在我們的那個設規製造計畫案中 在哪個地方會車 讓大家都了解 現在我們光華路的37項 希望能夠有一個連外道路 從光華路15項能夠出來 這也希望地方上面的包括港公司 包括航港局 不要只為了港區的建設 也要了解上地方民眾居民的行車安全 跟居住品質 如果有關連外道路 這都是可以去考慮的方向 不過也要跟我們所有群屬的單位 不管是我們當地地主也好 還是跟旁邊的航港局也好 我們都要再做出更進一步的 妥善的規劃 立委林沛翔說 未來將與地方上跟航港局 港務公司 進一步研究如何增加當地的停車空間 規劃更好的連外道路 來提升太白里的生活品質 同時也促進觀光旅遊停車的便利性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大陸